嗨,我是鱼魚之兔 歡迎回到美食的時間 今天美食的地圖要到哪裡去呢? 要到三峽恩祖宮頂好那附近 有一間,我不知道開了多久 因為很久沒去那裡了 然後剛好看到這一間 就想說去吃吃看 因為有我喜歡吃的 所以就想說去吃吃看啊 那我覺得這一家也非常有特色 所以就拍影片來介紹一下這一家囉 那所有的資訊都會放在更多資訊下面喔 記得點開來看店家資訊 那在去介紹之前,檢查一下 你訂閱了嗎? 還沒的話趕快點擊訂閱喔 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喔 這樣才可以及時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 400訂閱囉 你有想要什麼樣的一個活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那喜歡我的影片也不要忘了給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FB還有專屬的社團 還有不一樣的互動喔 歡迎點擊更多資訊來看FB粉絲團的連結 那粉絲團跟我互動互動喔 那就來去看這一家店囉 囉 囉 好 想吃麵吃飯或者是吃火鍋 在這家店都有喔 是那種複合式的經營 還有小鮮肉啊 我去的那一天剛好是一個小鮮肉 是一個小帥哥 然後在那邊幫我們點餐 然後跟我們互動 喔不錯喔 重點小鮮肉講的還不錯 我點了那個是麻辣的餐點 奶油點啦 如果你是不能吃辣的話 就點其他的餐點 我原本要點的是奶油系列的 可是剛好才那天奶油系列的 買完了 所以我就退而其次的 點了麻辣的口味 那我以為它是飯跟麵 是就是選擇其中一樣 可是沒想到上來的時候 吃麵跟飯一起來的 唉唷我吃的好飽 好撐啊 小腹都出來啦 雖然不吃 小腹也是出來啦 那所以是說它是分量非常足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吃這麼多的話 你們可以兩個人一起吃 或者是就是點其他的餐點 我吃的麻辣口味我覺得是還不錯吃 我有想要去嘗試它的奶油的口味 可是一直沒有時間去那邊 所以下次有機會我去那邊的話 我一定要嘗試它的奶油口味 我覺得應該不錯吃 畢竟都賣完了 那應該是它的人氣商品 所以應該是很好吃 那它的桌子啊 是那種小學生的桌子 所以好像感覺 你回到了小學生 在吃陰陽午餐的那個感覺 連杯子都是設計的 很可愛很可愛 那牆面的裝潢也是非常的美 也適合群裡來聚餐 然後兩個人點一碗 然後你容我容在那邊吃 我好像看到了A部A部團的火焰啊 所以氣氛是還不錯的 所以也適合請你去那邊吃 整體的感覺我都覺得還不錯 有機會的話可以去嘗試看看喔 那今天介紹的啊 你覺得哪個是你喜歡的 比如說你想要體驗當小學生啊 還是那個杯子真的很可愛 或是它的餐點很飽足很想吃呢 或者是其他的想法和意見啊 也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喔還有失敗訂閱的活動 想要辦什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可以選擇什麼樣有什麼樣的選項 好那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啦 影片都結束喔 你還沒訂閱嗎 趕快點擊訂閱 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喔 這樣才可以及時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 影片也不要忘了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FB還有專屬的社團 還有不一樣的互動喔 歡迎點擊更多資訊 來看FB的連結 來FB跟我互動互動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啊 看下次用怎樣的影片 YouTube囉 拜拜 YouTuber們